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运动题材励志电影《和平战士》 又名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大家好,这里是王帝讲电影 比赛场上,一个拥有健硕身材的男人 在吊环上不断地进行360度的翻转 完成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后 落地时右腿摔得稀碎,像豆腐渣一样 猛然惊醒,原来是又做了噩梦 他就是主人公丹米尔曼 米尔曼是学校运动队的一名队员 他有着俊囊的外形,并且学习成绩十分优秀 只要出现在学校内,就会引来女生们的注视 已经十分优秀的他,对自己毫不放松 为了比别人强,他在吊环上不断地旋转着 练着没有人能做到的动作 但高强度的训练,外加经常喝酒纵欲 让身体超出了能承受的压力 他从吊环上掉了下来,被教练训斥 米尔曼患有严重的失眠 晚上经常做噩梦,睡不着 这晚他出去散心,来到了一个加油站的便利店 店里有一位穿着不一样鞋的老头 临走时,一回头功夫 老头诡异地从地面上直接跳到了房顶上 这使米尔曼十分震惊 像看到鬼一样慌忙离开 第二天,实在想不通的他 再次来到了便利店 跟老头说自己是一名体操运动员 清楚地知道没有人能垂直跳超过五尺 也非常好奇他是怎么直接跳到十尺高的房顶上的 老头说你懂得太少了 只有懂得多才知道自己的不足 而米尔曼非常自大的说 我懂得很多你可以随便考我 老头问了第一个问题 你快乐吗 米尔曼的回答是 他家有钱,学习好,还有很多好兄弟 并且拥有很容易进入奥运会的机会 老头反问 那你为什么半夜还睡不着觉 米歇尔哑口无言 老头问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没入选奥运会怎么办 米歇尔不理解老头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自大的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会参加不了奥运会 骂了老头一句神经病后走了 离开后 米歇尔来到酒吧 与兄弟们刺激的玩耍着 可又因为睡了自己兄弟的女偶 和兄弟闹掰了 晚上睡觉时 米尔曼再次惊醒 他又去了便利店 问老头 既然你这么有学问 为什么还在加油站上班 老头回答 是在服务他人 服务是件很崇高的事情 米尔曼一头雾水的跟着老头来到屋里 发现和老头一起住的还有一名女子乔伊 乔伊也做了他的饭 米尔曼狼吞虎咽的吃着 老头告诉他要慢点吃 他就觉得老头规矩多 谁会在乎吃东西的快慢 老头告诉他 你的身体在乎 这就是我们的差别 你只练习体操 但我练习所有事 便问米尔曼 你觉得你的喝酒 纵欲 然后训练 能给你的身体带来最大的好处吗 米尔曼毫不犹豫的说 当然会 老头让他证明自己 只要能在桌子上蹲马步五分钟 就认可米尔曼是正确的 刚站了一会儿 米尔曼的身体便开始发抖 没到三分钟就翻车了 米尔曼恼羞成怒 生气又要走 老头却说 如果你能正视自己的懦弱 勇敢起来 我就帮助你训练 而米尔曼认为 自己不需要他的帮助 第二天他来到了训练队 队里最有前途的队友 把手臂摔断了 一旁的队友都觉得 出头的机会来了 米尔曼见不惯他们的样子 吼向他们让他们闭嘴 队友注意力转移到米尔曼 又开始嘲讽他 只会调环 不会安马 直接戳中米尔曼的痛点 两人差点打起来 米尔曼失落的回到老头这里 跟老头说自己的自私 因为队友受伤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想法 也是觉得对自己有利 老头告诉他 想法并不代表人性 但人们总会以为 事情就是想的那样 很容易被想法左右 为了证实这句话 他让米尔曼打自己 米尔曼下不去手 怕老头被自己打残 谁知老头不断挑衅 米尔曼受不了刺激 终于出手 老头告诉米尔曼 只要将力量用到合适的地方 像他这种糟老头字 也能很强 震惊到的米尔曼 决定跟随老头学习 第二天 两人约到桥上会合 谁知老头见面 直接把他扔到河里 米尔曼一脸懵逼 愤怒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老头说做事要专注 只有专注才不会觉得空虚 他抓住米尔曼的肩膀 让他仔细观察眼前的场景 米尔曼观察着四周 仿佛看到自己带上了婚戒 坐在草地上看书 他震惊地不敢相信 自己内心竟然有这样的一面 老头离开后 他陷入了沉思 因为队友受伤 需要重新选择后备选手 之前队友的嘲讽 让米尔曼非常不爽 于是他决定试一试 没想到经过老头的专注训练 米尔曼在鞍马上的动作 行云流水起来 把教练和队友差点惊掉裤子 米尔曼洋洋得意地 来到便利店向老头炫耀 老头反而批评了他 说他只做了分类的事 有什么可得意 并把他撵回了家 不甘心的米尔曼 偷偷地跟着老头来到训练馆 两人爬上房顶 米尔曼突然能够听到 教练以及队友内心的想法 老头告诉他 你只是没有观察过 每个动作都有他潜在的意思 最后米尔曼看到自己出现在训练馆 吓得他从房顶掉了下来 这时他却出现在便利店内 米尔曼意识到 自己并没有离开过便利店 他再次被老头的手段吓到了 想去酒吧喝口酒压压惊 可进去后 反而觉得自己有些格格不入 第二天 老头让他打扫厕所 他以为是什么新的训练方式 但并没有给他的训练带来更好的效果 甚至因为经常打扫到半夜 导致精神不好 无法专心训练 被教练责骂 米尔曼来到加油站 气愤的向老头发泄一番后 撂挑子不干了 他又回到了酒吧 回到了以前纸醉金迷的生活 第二天 骑着小摩托去训练的路上 米尔曼的神志有些模糊不清 闯了红灯 发生了车祸 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右腿摔成了粉碎性骨折 在病床上醒来的他 激动的问医生自己什么时候能好 医生告诉他 几个月能走就不错了 至于参赛 这辈子都别想了 绝望的回到家里 看着自己曾经夺得的奖杯 米尔曼拿起拐杖砸碎了他们 随后来到阳台想跳楼轻声 但又有点害怕 正犹豫时出现了另一个声音 是另一个自傲自大的自己 也是他的心魔 心魔不断逼迫自己跳下去 米尔曼终于意识到 那个自大自傲的自己 才是该被抛弃的 看着另一个自己掉下去 他突然惊醒 原来是梦 醒来后 他拄着拐杖来到老头这里 从来不哭的他却哭了 将自己的感悟告诉老头 老头欣慰的看着他 决定帮助米尔曼做腿部的训练 米尔曼赖在了老头这里 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他 找到朋友们道歉 米尔曼和老头走在大街上 被三名大汉打劫 老头乖乖交出身上的物品 甚至衣服 米尔曼没有像遗忘一样 暴躁开打 而是和老头的做法一样 他不再鲁莽 开始爱惜自己的身体 两人脱光了衣服走在大街上 米尔曼丝毫没有觉得羞耻 他成功的摒弃了曾经的自己 在老头的帮助下 他开始每日训练 从声色到超越以往 康复到差不多的时候 米尔曼来到训练场 想要跟兄弟们一起训练 教练却拿出他被驳回的入赛申请 他想向教练证明自己的改变 可教练并不相信他 也担心他的身体再次受到伤害 被教练抛弃 米尔曼伤心的回到了老头这里 告诉老头 自己心里的不甘 和对体操的热爱 老头说 明早跟我去爬山 山顶有个宝贝 我早就想给你看了 四日 米尔曼满怀期待的爬到山顶 可老头说的宝贝竟然是一块石头 他觉得老头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但老头却说 登山时你不是一直很期待吗 有些东西得不到痛苦 得到了也会痛苦 因为早晚会失去 只有追求的过程才是最快乐的 米尔曼顿悟了 他再次来到训练馆 不让我训练 我随便玩玩可以吧 结果这一套动作又把教练震住了 不可思议的看着他 难以想象 短短十个月 米尔曼竟然恢复的这么好 终于同意他参加奥运会资格赛 引走前 米尔曼找到罗伊告别 并想让队友见识一下神秘的老头 但加油站却没了老头的身影 来到奥运场上 面对队友的询问 米尔曼告诉他并没有所谓的奇招 学会专注你上你也行 走上赛场 米尔曼抓住吊环 完美的完成了一套动作 评审和队员们都被他行云流水般 毫无违和感的表现震慑 教练也激动的老泪纵横 最终 米尔曼出色的表现 使校队夺得了金牌 他也真正突破自己 获得新生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和平战士于2006年在美国上映 影片中 丹米尔曼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 并重新认识到生命的意义 这是一部如何在生活中修行的电影 修行不是远离社会 入深山寺庙念咒持经 修行是珍惜当下 活在现在 这是一部充满智慧 值得深思的励志电影 有喜欢这类题材的小伙伴 推荐观看原片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帝解说就点关注吧 王帝讲电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